做我們今天那個去中音畫通訊環體的練習 我今天現場有準備一些環境跟手機可以來練 我們知道收舊,可能就在山區電話打不出來 這是真實的案例,在底下只有SOS,沒有人看到 但是他很幸運,是有高手去用無人體救 他不是專方民間的去把他救到了 這個人還經歷了一次那個,我記得他那個開口 很厲害,他在西邊,整個在西邊 這個案例好像是高台商 我要說的是,我們一般認識的是在 左手邊的這個通訊軟體的應用 現在我們主要是在,我們今天會介紹右邊的 主要的差異是,這個東西其實在很多第三世界 還是美國,還是我們最知道是烏克蘭,其實他有用了 之前都不太能講,前面好像不能講 現在,那烏克蘭有應用 他直接把美國公開開源的Taker軟體 直接在地化成烏克蘭的版本 很多在空中指引,就用無人體在空中指引 就是AR,或者是離網 我們聽到最多的是心願 但是他在離網通訊,就是載屏應用 蠻頻繁的,還要導入那個 美國他有一個協定 叫COT的那個IoT部分的應用 這個應用還蠻詳細的 會後面來聊一下 他大概主要的Tank相關的軟體跟COT 跟不同通訊軟體 就是載屏寬屏跟衛星這樣的通訊模式 這是我實做過的 這個在戶外的搜尋屏面的環境 可以中央控管,可以在空中 或者在地面去追蹤其他操作人員的位置 他大概是這樣 很簡單,兩個裝置就可以 由A裝置去搜尋屏面 B裝置的定位跟位置 本資訊 這個是實做練習 這些案例其實 很多的案例是在最後 定位 因為山區的通訊都不太好 他的資料都傳不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在登商 或者說有這種應用可以介紹給周邊的朋友 在山區或戶外活動的時候還蠻好用的 後面就是我們實做的案例 可以來參考一下,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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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